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误解和家人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因为我只能讲大家不要太错误地去误解 因为老师的这本专节是大歌曲的作品 因为叫做反省自己 人是看不到自己问题的 如果大家都一味地跟风 你们想一下 如果大家都去攻击攻击攻击 那一味地跟风 那不就真的成了老师颠倒歌里面的人物了吗 你们觉得对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真正的刀迷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去体会老师真正做事的含义 并不是说去老师去跟风 目前刀狼这首歌 不管他的土地怎么编解 不管别人怎么编解 这首歌的本意 目前已经被粉丝们传递到该传递的那些人 口里边去了 刀狼的土地这样理解这首歌是非常之对 就说当做一个反省的教材 去提醒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 是否做得对 尤其是那四个人对好入作的那几个人 所以说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回击 也是最好的回击 还是那句话 粉丝们不要有过激的行为 不要拿着这首歌去攻击哪一个人 那就变了味了 收视朋友们 就变了不着 我要做一个人 你对这个人 那首歌 有什么 这首歌 我听到